B2C拉近农场与餐桌的距离 上菜市场或到超市买菜 是许多家庭主妇日常生活 但想吃到最新鲜的蔬菜 何须透过层层中间商呢? 位于金马伦高原的和平农场 在电子商务还未盛行的十多年前 就已通过B2C商业模式 将新鲜有机蔬菜组合成乡 再运送到全马各地的配菜站 让消费者能第一时间享受到无污染的有机蔬果 我们曾经经过Aion一年 然后我们有进了几家 可是我们进了一年我们就退出来 因为它给我们抽25%的销售额 比如说你卖20块钱 你就要给超市5块钱 那么你要请一个全国的推荐者 在那边照顾你的菜 每天帮他切掉那些黄料的 那么你卖不掉你又要丢 丢的也是算你的 然后你还有很多的packing fee 所以最后是比较难经营 所以有很多牌子都经营不久 除了一些比较资本比较大的以外 所以他们的价钱就必须要抬很高 这样子才可以cover掉这些那么多的cost 超市的有机菜的价钱还高过一般的有机店卖的菜 那么我们菜市场就会更便宜 那B2C的这样子的模式它的好处是什么 没有浪费 就是我们农场出来 我们是根基我们的顾客已经订好的量 那么我们送到了代理人那边 他也没有浪费 因为他订的所有的菜都是已经有顾客订好的 所以当天就卖掉了 通常我们星期三就会问顾客要不要订菜 有些顾客会WhatsApp我 如果他们忘记我就会问他们 然后星期四早上我就WhatsApp菜爷那边 通知他们要订多少箱 一个礼拜一次 每一个星期五来这里而已 我们的代理人有各种各样的人 反正他很有兴趣对我们的菜很有信心 他基本上是拿10%而已的销售额 如果你交给中介人是不可能只有10% 透过直接面对消费者的B2C销售模式 和平农场透过销售菜箱的方式 让消费者能以合理价格吃到优质的蔬菜之际 也能将食品浪费降至最低的好处 但消费者就不能自由选择蔬菜的种类 乡里所有的蔬菜都将根据农场收成而定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客人觉得有点抗拒 因为每一次那个菜箱来的时候 菜都是不能选的 比如说两公斤的一个菜箱 然后里面的那个菜就是看 当时候的农夫他种植什么 有些顾客可以接受有些不能 如果是好像会选菜吃的顾客就不能接受了 如果不能接受顾客 可能会有时候定一个星期 然后一个星期会停这样 可是时间长久下来了之后 他们就会发现其实这样可以吃到更多健康的 然后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所以渐渐地我们就有了一定的那个顾客群 和平农场采用比一般有机农耕更有效减低环境污染的方式农耕 让消费者吃到蔬菜天然的味道 并透过15年营造的口碑吸引诸多固定的消费者 其中西马和新加坡每周菜箱销售达到700箱和50至60箱 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 和平农场也不断扩张 菜园面积已从一开始的7亩增加至现有的33亩 吃了它的菜之后就回不了头 孩子也会吃得出 比如说有时候菜箱的收成没有这样好的时候 我会买一些别的菜 但是孩子会吃得出来那个味道不一样 那个菜的味道就更凸显 比如说如果它本来就应该是甜的菜 它的那个甜味就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你可以吃到食物原本的那个味道 和平农场透过异香香的蔬菜 成功赢得市场的肯定 不只跳过了中盘商赚取的价差 自身的获利也增加了 同时也解决令人头疼的滞销问题 而消费者也能以更合理的价格买到新鲜蔬菜 可说是创造了多盈局面